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许荣江 南投立委补选倒数三天 国民党林明珍谎话连篇 南投垃圾无法处理 林明珍先推给林佳龙 结果被打脸 林佳龙帮忙烧垃圾比卢秀燕还多 那昨天国民党最新说法 竟然把南投的垃圾问题 推给19年前的扁政府 说中央没有协助 南投孤立无援 国民党在南投执政16年来 连基本的垃圾问题都无法处理 还要推给民进党 那现在还要选林明珍当立委 做什么呢 尤其林明珍帮儿子买豪宅 被踢爆疑点重重 林如斌说 当初是看到建商在盖透天社区 决定买土地 委托建商一起盖 这真的是第一次听到 有这种待建豪宅的事 那土地是建商的 为什么要卖给林家 然后再待建呢 这不是很奇怪吗 这当中有什么利益输送呢 那一般人可以比照吗 最后实价登陆 也仅登陆土地售价 没有建物的售价 这到底是在玩什么把戏 今天我们有专家 要来抽丝剥茧 另外因应中国的武力威胁 台湾要强化全民国防 全民防卫动员准备法草案 其中针对16岁以上的学生 进行造册 组织学生宝箱 参与救护等等 结果国内的特定媒体 大肆炒作 渲染战争恐慌 说娃娃兵要上战场了 蔡政府要年轻人 拿扫帚上战场吗 要把多少人 卷入战争恐惧等等 难道台湾备战 强化防卫 就要说成要打仗了吗 把战争的责任 全推给了民进党 但谁要发动战争 为什么不讲呢 照红媒的逻辑 那宪法规定服兵役也不行 因为会带来战争 那国民党今天还开记者会 批评蔡政府无限扩权 无法无天 但是来看中国 今天在做什么 他们要实施预备役的人员法 被认为是要大征兵了 他们也成立国防动员办公室 那中国是在为开战做准备吗 那台湾也不能预作准备吗 美国驻中大使说 对台湾有独特的责任 美国有义务阻止北京犯台 但台湾内部 有多少在地协力者 正在全力破坏 包括处心拘力要弱化国防 台积电赴美投资 持续的大做文章 最新局势发展 今天节目中 都是用的分析 介绍的来宾 首先是民进党新北习议员 卓冠廷 仲强哥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再是台湾智库策略长 王毅川 大家好 政治评论汪洁明 大家好 自然媒体人周玉寇 大家好 好 再是国民党新北习议员 叶文芝 仲强好 大家好 自然媒体人邱明玉 仲强好 大家好 再是财经专家 许青黄 仲强好 大家好 好 我们现在来看 南投立委补选 民进党蔡北惠 今天宣布 要捐出选举补助款 给慈善团体 想到已故的陈丑阿嬷 蔡培慧就算拿了卫生纸来擦 眼泪还是擦不完 蔡培慧说 陈丑阿嬷生前很关心她 她也从阿嬷的身上 看到义务奉献的力量 林明珍到中兴新村跑行程 陪同的是南投县长许淑华 她从一号开始请假三天 帮忙复选 却也引发绿营质疑 国民党选举摆中间 宣布 因为我们南投县政府 也最需要了解宣布 可以协助的立法委员 所以在这个最后的三天 我也特别的请假 但是许淑华当县长 是要为县民谋福利 要为县民谋福利 而不是为了前县长 个人来求取官位 蓝营还有中广董事长赵绍康 为林明珍站台 要催出深蓝票 继续支持民进党 在这个南投选赢的话 那民进党更是肆无忌惮的 更是喝谁 南投立委补选倒数三天 前天呢 林明珍的夫人是哽咽 打同情牌 那今天我们看到 蔡培会眼泪攻势 同时也宣布要捐出 选举补助款 要给慈善团体 来先讲名誉 这个对照林明珍 他的选举补款是怎么样 给儿子张薪水 然后买豪宅 那所以呢 这是要给这个林明珍 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凸显 就是说 让这个南投的选民 觉得这一票投给蔡培会 是更有意义吧 真的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对比 我先讲 为什么蔡培会 他会哽咽 因为大家都知道说 普利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就是成仇阿嬷 普利阿嬷 很可惜 他在去年93岁的高寿 就不幸过世了 可是我们知道说 这个南投的这个成仇阿嬷 是非常非常有善心 非常知名的慈善家 他从小就是被人家送养 而且呢 他是不适自 可是呢 他为了帮助这些贫苦的孩子 尤其是青少年 他甚至不惜自己卖地 本来是自己要养老的地 都卖掉 然后去照顾这些 他们认为说 因为他自己没有读书嘛 所以他认为说 要帮助这些青年学子 改善他们的环境 就是读书为有一图 所以他就做了非常多的善事 甚至呢 还这个自己离癌 他从38岁就离癌 有7个癌症在他身上 他生病 化疗 上百次化疗 都还是不忘记 去帮助当地的人 所以大家非常非常感念他 那刚才蔡培会有讲到 为什么他讲到哽咽 他说 连成仇阿嬷后来病重的时候 都还是关心他 一直嘱咐他 要为在地的 这个民众来服务 所以他想到这个成仇阿嬷 就当然很感念 所以他也宣布说 要把他这一次 立委补选的选举补助款 全数的就捐给 要捐出来 又捐给当地的民众 对 你对照林明珍 对比林明珍 选几次 对不对 那个补助款去哪里 给他儿子买房子 对不对 所以我认为说 这两个 这个非常非常明显的对比 高下立判 我觉得南投民众要看清楚 那刚刚赵昭 他说 如果继续选给民进党赢 就会更肆无忌惮 看起来是林明珍 在南投比较肆无忌惮 这我们讲过很多次 他选在八个月的立委 你到底要干嘛 是不是讲说 你前两次的立委补助款 真好坦 都还可以买房子 所以最后一次 我跟你拼了 还是为了选举补助款 所以这个房子的争议也很多 但是我们要看 除了这种涉及的私利之外 我认为说 对南投宪民来讲 还是要选出一个说 到底谁能帮他解除垃圾问题 对啊 要有能力嘛 对对对 不管是县长也好 或是这个民意代表也好 那我们来看林明珍 林明珍当了立委六年 南投县长八年 前前后后十四年的 这个不管是立委也好 县长也好 有没有解决南投人最大的苦痛 我给你看一张照片 真的会怕死 这只是普里 这只是普里乡公所旁边 因为他们的垃圾没地方去了 这个后来是民众在抗争 你就知道 这已经是一个垃圾山了耶 所以南投现在垃圾没办法处理 就到处垃圾山是吧 对变成垃圾山 这个是22万公顿 就是说当时南投已经没有办法处理 垃圾已经全线13个 乡镇市累积22万公顿 那这只是其中的一角 我跟你讲 这个是去年年底的照片 当时 现在气候还蛮冷的 可是仲将你可以想象吗 如果到夏天的时候 哇塞 你这只是一个垃圾山 有蚊子啦 苍蝇啦 然后再加上很多那个蚊病滋生 你不觉得天气慢慢开始回暖了 这很恐怖的一个问题 那温度一上升 那味道会吓死了 还有臭味嘛 所以现在就引爆了这个南投到底这个垃圾问题 我认为是非常非常严重 而且是现在全体现民必须关心的一个问题 到底谁有能力可以帮他解决 好 那林明珍你没有能力解决 就他现在推给谁 他说啊都是这个阿扁时代 要不然就是林佳龙时代 没有办法帮他烧垃圾 这什么逻辑啊 第一个你县长林明珍是你在做 台中现在是卢秀燕 卢秀燕也四年到五年了 到五年了 那你现在已经还推到林佳龙 现在是林佳龙是马维啦 还是怎么样啦 好那回过头了 你讲林佳龙有没有道理 数字会说话嘛 那这个就举出来啦 林佳龙自己也说 他四年在当台中市长的时候 他帮南投啊 来焚烧这个垃圾 南投的垃圾运到台中去 他帮他四年烧了五万七千顿 五万七千顿哦 卢秀燕四年时候 只帮这个南投烧了三千零二十顿 三千零二十顿 连他的零头都只有零头 都不到 对 所以我认为说林明珍你到底在讲什么 而且台中从2020年就已经完全的 都不帮这个南投 在这个烧垃圾了 为什么啦 当然啦 因为现在各县市 因为焚化炉可能老旧嘛 所以他就没办法 就是说帮忙带烧 那所以那问题是你南投的垃圾 你南投还是要自己处理啊 我刚刚讲了林明珍 六年的立委 再加八年的县市长 无力处理 那最好笑是什么 不只还要这样前朝是国民党的 是 对不对 都是国民党执政 那你要推 你要推说 哇那是2004年阿扁执政时期 什么环保署 指示南投县取消新建计划 我跟你讲一个最新的消息 因为这个环保署 有发了一个新闻稿 而且上面是有评有据的 他说他2016年的时候 环保署就已经行文给南投 南投的这个环保局 是林明珍主政的环保局 就说好我有核定 我就是要让你盖这个焚化炉 但是呢 这个环保局 南投自己的环保局说 不用不用 我们没有这样子的规划 我们没有规划 所以到底是谁 没在规划这件事情 没有规划就不处理嘛 更好笑的是说林明珍 他那个时候那个焚化炉 可能这个就是你去盖到哪里 都闲户设施居民去抗争 但是你也应该办公听会 去听听民众的声音嘛 你自己无力解决 后来他想了一步 他说好焚化炉我们不盖了 我们来盖一个叫做绿能 就是说绿能永续中心 说得很好听 说什么要用再生能源 还可以做一个什么 再生能源的制造 为了这个绿能再生能源 他还跑到德国去考察 你看德国考察又是浪费名指名高 很会出国嘛 而且对 那他回来还把打包票说 这个绿能中心我在卸任前 我一定会完成发包 卸任前 到现在绿能中心没有 我告诉你不要说没有 他到去年八月的时候就改口了 就说绿能中心我们盖不成 所以他现在要改盖什么 改盖一个垫浆技术 要把垃圾来企划 企划之后说他很好听 还可以发电啊 什么我糟了 结果他到卸任之前 绿能中心没破皮 焚化炉不见了 然后现在AI还在试验阶段 我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他很会弄的名称 什么绿能 你说还垫浆什么 我看起来很高科技 什么气化垫浆 什么垃圾的 当然他在说 这就跟恐龙一样 没恐龙嘛 所以我就觉得说 所以明明在这种信口开河 真的听太多了 所以我会觉得说 这个南投县民 不要再被骗了 的确因为国民党在南投执政 真的也即将快20年了 都是国民党在执政 结果连一个基本的垃圾问题 都没有办法处理 那现在国民党最新的说法 竟然是要把这个垃圾问题 推给19年前的扁政府 我们看到国民党发言人 昨天又开记者会 说垃圾问题源于 因为没有垃圾焚化炉 然后就是因为2004年 那时候民进党执政 因为环保署直视 南投县取消新建计划 所以你推到那么的远 然后这将近20年的时间 你就因为说中央没有协助 南投就孤立无援 所以你就摆烂吗 那如果现在林明珍 还要继续选立委 那我怎么选给你呢 来冠挺 显然林明珍问题非常大 这个源头是2月27号 媒体很关心南投的垃圾问题 所有的候选人的态度是什么 林明珍会问到说 南投现在垃圾堆积入山 他居然回说 要怪民进党政府 要怪林家隆 这个事情他骂完之后 惨遭打脸 首先大家去看 林家隆在当台中市长 总共只当4年 林明珍当立委当了6年 县长当了8年 一个在南投综合政坛 20几年的老县长老立委 你现在居然把所有南投垃圾问题 怪给一个隔壁县市 曾经当过4年的台中市长 这件事情我们都不用讨论内容 大家都觉得林明珍 你在推卸责任 等于他毫无作为 毫无作为 这承认你毫无作为 那如果真的要讨论数字 那是完全打脸林明珍自己 明打林家隆 其实是在暗栓 如秀燕嘛 如果我们把过去几年来 台中市长任内 帮忙南投 处理垃圾的量 林家隆四年 处理了5万7千公顿 如果对照如秀燕 他在四年的任期 只处理了3千公顿 差多少 差了19倍 19倍 你不去怪卢秀燕 你怪林家隆 这段时间就觉得很奇怪 而且更扯的事情是 我们中部几个县市 7县市 有一个中张头7县市的治理平台 所有各县市协调事项 都会在这一个协调平台中提出 林明珍你自己的环保局长 在2021年的7县市的协调平台当中提案 而且是7县市协调平台当中提案 他的环保局长提案说什么 拜托卢秀燕市长 你们从2020年之后 完全拒收南投的垃圾 是导致南投垃圾堆的主因 而这相关的公文跟文件 我都公布在脸书上 新闻也都报了 那为什么林明珍你可以睁眼说瞎话 你的环保局长说 造成南投垃圾的主因 是卢秀燕完全拒收垃圾 你现在不讲 卢秀燕比较狠心 林明珍超狠 卢秀燕是零 如果真的把这四年来统计 就是零头 三千零二十公顿 对照林家龙是五万七千公顿 这天跟地的差别 你可以怪林家龙 好 这个被打脸之后 林明珍后来被媒体访问 隔一天 人家调出数字 林家龙烧的数字名比卢秀燕多 林明珍突然画风一转 直接说 我不讲了啦 那个是县长的事 我先任县长了 你们就让县府来处理就好了 那你之前怪林家龙是干嘛 你就是把所有责任推给民进党嘛 我们一开始这样想 结果果不其然 国民党想了半天 林明珍不回应了 国民党想说 怎么办啊回 想了半天 居然由国民党的文传会 替林明珍发新闻稿 出来讲什么 出来讲说 胡志强当市长的时候 烧得比林家龙多 出示相关的数字 结果好笑的地方是 所有人看到那个新闻稿 媒体朋友都问一个问题 你给了一个 胡志强跟林家龙的数字 你居然连国民党文传会新闻稿 不敢提供卢秀燕的数字 卢秀燕数字是零 不敢提供 结果告诉大家 胡志强烧很多 比林家龙好多 这好棒棒哦 胡志强烧好多 你没有讲卢秀燕几乎没烧啊 卢秀燕为什么不帮呢 你觉得这样更扯对不对 我觉得还有更扯的 整篇新闻稿的重点是 重点推到 造成南投垃圾山的主因 起源2004年的民进党政府 没有核准新建焚化炉 我一看到 天哪国民党 扁维拉又要来救援了 过了19年阿扁执政2004年 你现在你可以林明珍 国民党推给陈水扁 我真的也服了你们 我不去论2004年 当时的时空背景 为什么没有新建 你中途难道马英九执政8年 都在睡觉吗 如果你国民党执政的南投县长 国民党执政总统 认为有必要 你们去沟通好协调 就可以新建啊 完全忽略 马英九也执政了8年 回头去怪19年前陈水扁 我第一次看到这么不负责任的政治人物 林明珍如果你认为 南投垃圾问题 东怪林家隆 西怪陈水扁 就可以成就你的话 我要选你这个县长跟立委干嘛 我要你有何用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 你告诉大家 你当这8个月的立委 因为既然已经讲了 你之后不连任了 这8个立委有什么事情是你 6年立委任期 8年县长任期 在台南服务了20几年 无法解决 非得这8个月来解决的问题 给你这8个月 你可以做什么事 你完全没讲 你只是在做一件事 就是不停的抹黑民进党 要这样子的立委 对于南投没有帮助 林明珍在南投纵横了20年 没有办法解决垃圾问题 那为什么剩下这8个月 还要继续投给林明珍呢 那显然20年都无法达成 那8个月更不可能 那现在反而要去怪给 19年前的扁政府 这个真的是完全听不下去的 这种逻辑 当然林明珍的这个状况 除了他的垃圾问题 无能解决之外 再来就是他的选举补助款 因为今天蔡佩慧说 要捐出来对照了 就是因为他的选举补助款 给儿子买豪宅 那这当中疑点重重 因为当初林如斌是怎么说的 他说当初看到建商在盖透天社区 决定就买土地 然后委托建商一起盖 就是很奇怪 既然建商都有那块土地 要盖房子了 为什么要单独卖土地 给林明珍家族 然后再帮你盖 这不是很奇怪吗 这个青皇到底怎么回事呢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 那这当中也让他怀疑 那建商为什么要这样做 那一般民众 有可能这样比照吗 一般民众当然没办法这样比照 为什么没办法这样比照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过程 疑点重重 不合理的地方太多 不合理的地方多 就牵扯到你政治人物的诚信的问题 那我们一段一段来拆解 第一个先看一下 他所这个我们讲说 他自己宣称 他是买土地 然后自己找建商来盖 这个房子在哪里呢 他在南投市 这个文化南路 233项26弄8号 那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地方 关键是在文化南路 233项26弄 这个地方有一个建商在造政 然后呢 同时我们再看第二个资讯 这个第二个资讯是什么呢 这是林如斌以前自己讲过的话 他以前怎么讲的呢 原文看他怎么说 他说他土地购买的金额 林如斌说的哦 林如斌说 林明珍以他的名字 去购买这个土地 委托建商盖住宅 土地的金额是958万 房屋新建的费用 是1323万 两笔加起来是2281万 这些都是林如斌自己讲的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先看几件事情 第一个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刚刚重量所提到的 林如斌对外宣称说 他是看到建商在盖 所以他自己就跳下去 在建商旁边那边去买土地嘛 但这里面有两个不合理的点 我当初看到呢 我以为是林如斌呢 买土地早于建商 对 然后我们大家都以为是这样 我以为是这样 我们大家都以为是这样 他跟建商买土地耶 是 事实上都不是这样子 为什么不是这样子呢 来第一个大家看一下 建商什么时候推案的 建商推案的时间 你可以看到 最早可以找到资料是 2018年的时候 这个建商叫黑龙江建设 这个黑龙江建设 当时呢 比如说这个白金汉空 这是五旗呢 他在这里推案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之前推了有好几期的案子 这些都是已经当时 2018年就盖好的房屋哦 那你注意看资料 资料怎么写的 建商说 黑龙江建设 白金汉空在文化南路 233项的造政计划中 而且建筑规划来到第五期哦 这是2018年的时候 所以你看 这就是我们讲 他的地址就是在南投市 文化南路233项 26弄的18号 这跟林如斌的房子呢 其实就是隔壁隔壁 在隔壁而已哦 那林如斌是什么时候 在那边取得土地的 林如斌说 他看建商盖 他才取得土地的嘛 那你看一下 他是什么取得的 他是在108年 就是2019年5月24号的时候 当时是透过的江圈圈 就是黑龙江建设的老板 江家 因为黑龙江建设 还有帮他盖房子的农幼营造 这些都是江姓的家族 然后呢 他从他手上卖给了这林轻 就是林如斌手上 所以你可以问一件事情哦 我请问就这样 我们问一般人好了 你从建商手上 建商2018年就在手上 建商2018年 这土地在建商手上 他在推案 请问你一个正常人 有办法在2019年跟建商说 来来来 你这块土地 虽然在你手上 你卖给我啦 一般人做得到这件事情吗 不可能啊 不可能嘛 建商到手的土地 他不会吐出来的嘛 一般正常建商是什么 你要建商吐出来是什么状况 是你自己中间卡了一块 是你的土地 应该是原本 他就早于建商 才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你要早于建商 那你才可以跟建商拿俏说 要不然你帮我盖 这个土地我就跟你一起合建嘛 没有道理说建商在2018年 一大块土地 他已经在推案了 他整合好了就对了 建商已经握在手上的土地 2019年他要切割一块 卖给你林如斌 卖给你林明珍家族 然后说这一块土地呢 这个你们可以买走 买走呢 反正新建的时候 也是我黑龙江建设 我龙幼银罩来盖 你一般人做得到这件事情吗 做不到嘛 所以时间的打脸是一件事情 这个太奇怪了 这很奇怪 这就是我说为什么 疑点重重不合理的地方太多 再看第二点 第二点是什么呢 来各位看一下 这个也是他里面很奇特的地方 因为我们有看他地级的资料 他关键的地号呢 其实这是这个0085 还有这0090 还有一笔是0049 好这个做出来的资料里面 你看这一块是林如宏的 他的房子 我现在判断 第一你没法庭啦 没法庭啦 你也没委托人去的合約啦 你也没金流啦 这这都没 有你就拿出来 对 啊我赌你不敢 而且我猜你没有 如果有就拿出来 我会要去看看 i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